谢冯博士 这个平时我们中国人就有喝酒的习惯 但是你说咱们平时作为医生的不建议大家去喝酒 因为我时常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高尿酸血症 这个喝酒的人就爱得这个病 但是我刚才跟你聊天过程中 你跟我说了一个 这个喝酒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好多人确实不是 你能不能跟大家说说 我应该说的是两个不是一个 为什么是两个呀 第一个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先跟大家说 可能你没有想到 我想说的是什么呀 有些人喝醉了酒以后 他可能他对自己把握不了 有些人比如说他可能在路上他走着 晃晃悠悠悠悠悠的 真的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出一些交通事故 意外伤害 对意外伤害 包括冬天有喝醉酒的 就是人在路边睡着了 之后就冻死了 对 也有那样 对 有好多真的是 这是意外伤害 而且这种意外伤害呢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致命的 就发生在身边 对 就发生在身边 其实我周围确实是有这种人 或者说我周围真的是发生过这种事 那除了这个意外的 意内的 还有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的是 这个喝酒啊 尤其是过度的研究 长期过量的研究 真的是有可能会导致肝癌 如果导致肝癌的话 真的是 大家可能说肝癌有可能离你 你觉得很远 但其实如果咱们在医院上班的都知道 肝癌发生率还是很高的 很高的 肝癌的发病人数啊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统计 我在这解你一句话 肝癌的发病人数 咱们一年是41万 在肿瘤里头排不上第一 排不上第二 排不上前三 排第五 可是造成的死亡人数一年39万 就排第二 对肝癌 现在有了肝移植了 可能还好一些 但是肝移植它的条件是什么呀 就是说你也得复合肝移植的条件 你得没有转移吧 对对对吧 你得复合这个条件吧 但是有一些患者 他就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 都已经转移了 就是肝移植都已经做不了了 这种病人真的五娘生存力很低的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喝酒喝出来的 好多得肝癌的这种人 其实他平时都挺豪爽 挺能喝的 最后喝了个肝癌 但是应该说 喝酒还真不是导致中国人肝癌的首发病因 首发病因还得说是乙肝 对在欧美 这个过量饮酒是导致肝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咱们国家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高 因为第一是乙肝 乙肝是中国人发生这个肝癌的最危险的因素 或者说首要的因素 而饮酒呢只能毛后排 对 饮酒应该说我们也会越来越欧美化 这个生活方式欧美化 喝酒喝得多了 现在不有词吗 叫口粮酒 口粮酒啥意思 说天天喝 天天喝 这种天天喝的 我应该说肝癌的发生几率它就高了 但是说咱不能说生活在真空里不接地气 你说过节了 朋友相聚多少喝点 问题应该说偶尔一次不大 尤其是你在控制在量 你看我们心血管医学界就是提倡现酒限制饮酒 白酒别超过一两 啤酒别超过一瓶 红酒别超过二两 要在这个量之内呢 应该说危险可限 但是呢如果说喝过这个量 尤其是长期喝酒成瘾喝过这个量 可不是光得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心梗脑梗 等心脑血管疾病 还会发生肿瘤 肿瘤里头以肝癌 跟饮酒的相关性最大 手机前面 广大喝酒的朋友 今天这一段 可能您看了之后不高兴 但是张大夫建议您戒酒 手机前面 广大的有家里爱喝口粮酒 爱喝几口的 这个亲属看了之后 把这个视频转给他 让他听一听 今儿个这酒咱别喝了